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主要是释迦华想和你夹一夹说 因为时间你就知道我们大概两拍 每拍九分钟左右 看看内容有没有一些角度可以带领 你喜欢 譬如我接下个星期给你一些资料 我们就会说起这个数据关于 关于生果熟的头 有没有问题? 好 我知道很想 如果我选择 因为我太太最近在超市市场买荔枝 你发觉看上去就没有东西 但买回来好像很不便宜的 看上去是沙勾勾的 吃上去有酒味 对呀 颜色的 还有我有个问题 我自己的柠檬树 柠檬树 今年 过往几年 高楼寡民有浅的认知 就是它们会慢慢流入变黄 我可以摘下来使用 这整棵树 所有柠檬都没有变色 全部都是青db的 青到跌下来为止 对呀 为什么会弄成这样呢? 我有一棵树在我家前面 就是 无端白色 由绿色变成啡色 对呀 这个是好啊 是吗? 好的 我们再讲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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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set 好啊 等等 嗯 噢噢,還有兩分鐘 Goran啊? 啊? 還有兩分鐘 是 看看這個,這個 唉 唉,我們很忙啊 嗯,是嗎? 是呀,因為我們84週年 我們星期日呢 有這個活動,就忙到吐 哦,慢點來,慢慢來 所有事情都有解決 為什麼慢慢來呢? 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很重要 你有沒有時間? 現在還有一分鐘左右 好,一分鐘都說完了 就是,無論如何如何 最後,我們全部人呢 都不可以離開這個世界 而還是有命走的 沒有命走,離開這個世界 對,每個人都沒有命走的 所以慢點來,慢慢來 對嗎? 英文就是 No matter what We will all not make it out of life of this life 對嗎? 這個生命裏面 我們不會離開的 是 那就變成了 各樣都看得 看得通 即是看得通些 不要那麼緊張 是 沒錯 沒錯 你說得對 是 好 準備一下,一分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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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會說 趙波士有到星期五了 這樣才可以試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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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想想 來想想 由星期五 好 幾得意 現在2點19分 晚上8點 Malmata Malmata 大個體 是時候 要做一個男人該做的事 男人該做的事 難道你喜歡打出去見面嗎 好啊 哪裏 是不是很多美女 哎呀 平時說得很少 一個成熟的男人 當然是要有內涵 和豐富的知識儲備 整天掛著認識女生 你又沒有品味又沒有內涵 讓你認識到也沒用 那 怎樣才可以更加有內涵 不要說我不益你了 這裡就有一本 Malmata的紅酒天書 學懂要紅酒 就等於學懂要女人 到時候 你才去認識女生 但是光看沒得喝 你先咪熟本天書 看中哪款 就找我下單 到時候 你就要約女生慢慢喝 Malmata紅酒足跡 價錢比市面便宜 免運費 美國下單 中國收貨 詳情請上網 www.moremall.com M-O-R-E-M-A-L-L-D-A 查詢電話 650-808-8888 幫忙吃碗麵 過過過地面 嘩 嘩 又一個禮拜 嘩 可不可以跟仙兒吃碗麵 和吃麵 一個禮拜 我就很興奮 趙回仙兒 早晨 早晨 看你吃什麼 是不是 看你吃什麼 吃垃圾 吃Bubu 那些 就不興奮了 是不是 吃死貓 吃死貓都不興奮 吃死貓 吃貓麵都不興奮 不是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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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些奇怪 我有些奇怪 其實趙博士是一個ABC 來的 為什麼你會懂得這麼多 這些俗語 訪問得多 整整整整整整 真的 全部聽我的那些人 聽回以前的訪問 就是20年前那些 真的不懂 你想想浸了20年 什麼都有可能 就是不怕日萬一 至怕日萬 就是去了香港 做一下神光 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別人訪問 我一會兒又來一個 通常會聊天 每個人都想給我一些東西 給我一些東西 給我一下 就搞到現在這樣了 但我開始不是這樣 趙博士你知道 他是用多角度 去了解每個事情 是 究竟是一些方言 那些用詞 一定要深入研究一下 如果你在香港住過的話 那就應該真的很地道 那時候也不太厲害 是一個人再上了年紀 再有了小朋友 很多東西 你會看多了角度 角度不是你想看 就是想看就看得到的 你很想拿某個位去看一看 但是 就是眼睛不聽話 或者腦不聽話 就不知道收了些什麼 平時小朋友讀書 那時候都是這樣 明明的 或者什麼時候 說了某一句 你又聽到另一句 那你就發覺 不是啊 然後他說 不是很少 小朋友一加一是什麼 那當然是二 但變成大人的時候 發覺不是啊 我和老婆加起來之後 是等於四 那當然 所以角度是有經驗 因為你剛才舉個例子 如果你說中西文化來講 或者是愛貓的朋友 聽來是很容易的 你也不知道那個出處 那個點在哪 所以你是要解釋 那些小朋友突然間 那些同學生接觸到什麼 Danny 那你告訴他們 因為他們知道什麼 是啊 我們會不會拒得太遠 不遠了 講到食物 所以剛才就是講 為什麼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會發生 然後究竟是關哪個事呢 譬如你有沒有試過 那些水果 就是買回來就是綠色 以前教諾就是說 當青BB的時候買 那應該沒有錯的 那應該沒有錯的 誰不知道 當你這樣做法的時候 原來要青色其實是吃的 因為呢 裡面會熟到爛 或者已經爛 但是你看不出 沒有樣子看的 你有沒有試過這樣 是啊 我不如說幾個慣性 舉一些 可以一起參與 譬如香蕉 有些黑色 芋花點 芋花點 又或者是芒果 就是介乎黃 和綠的中間 多一點點黃 那個比例應該是七三 那個時候整天正 因為如果黃色 又是淋過頭 我就有兩個慣性 我又聽過一種說法 就是夏威夷人說的 我們很多水果是來自夏威夷 運過來 他們就是青BB的時候 根本就未熟 就已經在樹上摘下來 因為他們預計了運程的時間 所以運到來 不等的額就剛剛好 所以其實根本很多水果 就不是樹上熟的 是運送途中熟的 嗯 那你也聽過 那些榴槤 平時看人 有人在下面 他不掉下來 又聽過那些句 沒有 那也沒有 他們說 永遠摘不住人 你信不信 摘不住人 不會走出來跟你說 是嗎 收起來了 就是 你想想 其實什麼都有可能性發生 不過我們要知道 我們什麼年份 現在今年什麼年份 2022年 將來的車子會自己開自己 對呀 會呀 你也聽過 你也看過 或者看過在新聞上 但是如果兩個人 都是在用自動 開車 然後炒車 撞對方 那是誰出錯 哦 這樣就可以爭辯了 是嗎 是嗎 但是如果 如果這麼巧 就是你還在開你的車 另外一個是自動的 那是誰出錯 那當然 通常都會說是拿著那個 是嗎 你不會說 你信科技 萬一你說 不是呀 那科技 那科技根本就 他想撞我 那科技呢 本身是看你 看你不好的 所以你想想 其實很難定的 當我們有了科技 就有很多事情會發生 那些人就問為什麼 甚至買水果 現在呢 是可以這些水果 可以放久一點 就是他放了一些東西 可以放久一點 然後呢 然後那個成份呢 就是放久一點 但是問題是 能不能吃到肚子 能吃到肚子 會怎樣 有一句就說 吃不死人 就沒有東西了 吃不死人 那你想想 但是如果吃壞了人 有沒有東西呢 那什麼叫做壞 其實大家都要深究一下 因為以前 這句成份的人 如果是直播時 我才會說 應該是40年前 就是我出生的時候 吃不死大菌 吃小菌 像家長這樣說 那時候的菌 和自家 又真是幾不同 對 大家的狀況 又很不同 對 變了之後 就是吃了下去 會怎樣 還有 就是 我剛才這樣說 被人打傷了頭 打傷了之後 會怎樣 那如果 你做農夫 做很多事情 或者怎樣 打摔角都沒有東西 但是如果你想著 將來的小朋友 將來做手術 或者拿戰機 那就變成 差一點點就不行了 所以震了頭 其實要看你拿來做什麼 就是想說英文那句 就叫 context 就是你拿來做什麼 是吧 譬如移民 移民是不是 隨便移民就沒有東西 很多東西要看的 因為 如果你真的看完整條數 當然 有人成功 但是不成功的 你有沒有聽過 它的故事 是有多麼 extreme 還有還有移民去哪裏 不要這麼想移民 整個美國這麼大 你說我移民去美國 美國、德州、加州、新澤西州 全部都不同 而且在新澤西州裏面 都有再分類 所以究竟你那種水果 熟了之後 究竟是怎樣的 味道 吃下去是怎樣的 譬如荔枝 放了這個 chemical 和你放香蕉的 chemical 香蕉是稍為定些的 但是可以說一下 有些香蕉你有沒有見過 它還是鹿鹿的 但是它竟然有六點 因為它變黃的時候 是變黃點在上面 那它就錄不完 黃又不是一次過黃 那你又試過發覺 我買些香蕉回來 等它青變黃 那買回來 怎知道你在家裡 它就不變黃 在人家裡 在店裡就會變黃 為什麼會這樣呢 所以如果你 我不是教壞你們 如果你拿些香蕉 別人有幾抽 你每一抽都拿兩條 那你就變成 那你就變成 譬如你買六條香蕉 那你就 在三抽裡面拿兩條 分開拿 那當然是被人罵 是不是 被人罵 即是說 如果我們可以這樣做 你就變成一清而楚 對不對 一清而楚 例如吃煙 會否會有癌症 你知不知道 肯定是不能 它一定會 因為呢 你要一定有 你首先要做一個測試 就是要 不可以有一個人 一個人不夠 十個人夠不夠 十個人都不夠 當然是五萬個人 接著呢 吃一支煙會 吃一支煙不夠 當然要同一時間 放十支煙的口 一次過吸 然後呢 然後呢 就由朝食到晚 吃十年 這樣就肯定了 那你每年去量一下 看看是怎樣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找誰 你找鬼蟲去做 就是誰會願意 讓你去試 他身上 是不是 是嗎 所以這些呢 就是我們說 拿資料 拿資料都要看 所以一個好處呢 就是 譬如生孩子都要看 因為生孩子 每年生一次 下一生第二次 已經不同第一次了 年份又不同 其他不同 但我們會寫下 還有去看了些東西 所以說一下香蕉 香蕉 比較可以承受一些chemical 然後之後再放一隻 叫ethylene 我免得很複雜 有些節目 你正在吃飯 說些很複雜 現在分除了教 那怎麼辦 我們就 先休息一下 還好 有些休息 我們繼續再說吃 好 喂 嘉老闆 我們現在就廣告了 一會完結 是41分44秒 41分半 你當 今天大概20分鐘左右 那就正常時間 好 好 一會兒廣告完 回來 我們就對一對標 現在是11點半 嗯 那我們就41分44秒 完了 好 好 好 我們回來 都是說吃的食 是啊 啊 啊 對 對嗎 對嗎 當然 當然 這個時間說吃最好的 對 吃東西說吃 但是還是要說吃些什麼 對 說一些不好吃的東西 那就變成怎樣吃得下 吃不下 我剛才聽到你和阿亨說 種檸檬呢 我以前也種過檸檬 但是我簡直是神手來的 檸檬這麽粗衣服都被我種瓜 那行了 我有你電話 接下來2030年我找你 2030年你們加 為何要2030 我當然之前都會找你 不過2030年更加要找你 因為那個年份就是加州 很多計數計算回來 就是你們那裡的提子 那個行業 就會大損失 為何 有隻東西現在是會全部吸收 吸收了提子 那些生命 然後變成整棵東西沒有了 是呀 而這隻東西 現在已經在東岸這邊 是菌還是蟲 蟲來的 蟲來的 是呀 它可以吸收到這棵樹 本來一個星期內 它可以由綠色的生命 變得乾了 乾了 這隻東西很重要 這隻東西很重要 它是一搬在一起 一吸幾千隻圍著它來吸收 我們是否現在講這件事 我們如果說到就說這隻東西 可以說的 很多東西可以說的 奇怪的東西 就越來越奇怪 今年是 現在還有新冠肺炎病毒 現在還有一個Monkeyparks team 是呀 現在的Wordhouse說 這隻有問題 因為昆蟲是帶什麼 帶很多蟲 如果有這麼大的問題 那些農夫會做什麼 那些家庭的人會噴農藥 所以噴農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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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吃 一講起吃就開心 對 沒錯 大家有慣性 因為這邊的地方很大 嗯 種水果樹都是大家生活的一部份 聽說阿亨你也種很多檸檬的 因為太太很喜歡種的 例如士多啤梨也種過 檸檬樹本身我們賣入的時候 已經有一棵樹在這裡 過往的年份收成不錯 漂亮的 不同大小都有 但是今年出現一個疫情 為什麼等級還是綠色不變色呢 是不是還未熟 對 我們都是淺薄的認知 是還未熟 一串色我們就窄 到現在其實從來 整棵樹從兩個月前開始 都未見過黃色 變成熟到跌下來 當中是綠色 那我問一問趙國士 趙國士為什麼會出現一個假的情況呢 是否我做錯事 還是天都不幫我呢 真的天都不幫你 這個說得對 不是 講一些例子給你聽 其實剛才說 很多東西我們是不知道的 而知道的 到其實都不知道應該判誰 你知不知道呢 你走上去法庭 你法庭的那個法官 吃了眼和不吃眼 也是趕吃東西 都是有關聯的 他還未吃眼 他判你 就是當是判你輸 那個罰款會比較大一點 還有或者你是剛剛踏界 不知道輸還是贏 如果你是他還未吃眼之前 你的機會贏就大一點了 如果剛剛踏界 等你肯定是輸 這樣就沒辦法了 但是如果是有一點點踏界的 他吃完眼 那個機會呢 那個機會就你會贏會好一點 即是你的判理呢 他吃了眼 但是都要看 這個數據也有在 即是外面可以找到這個數據 關血糖事例是什麼 精工慎士和血糖事 飽不飽肚 你想想法官是甚麼 當然是說法律的 他吃了眼飽肚 但如果萬一他吃了東西 他不喜歡不舒服 去肚子 剛剛說了的例子 全部不算了 所以變成資料就是這樣 即是資料 本來由好 再多些資料就變成壞 再多些資料就不知道 因為資料源進來 大家看不清楚 那為甚麼你剛才說 那些樹的天氣是否幫助 現在的天氣 高一度 那些壞的蟲 就猛一點 而好的蟲 就少一點 即是蜜蜂 其他東西比較少 原來是夠不公平的 高一度 那變成 你想想那些人會做甚麼 當你看到那些蟲 你當然是噴多些農藥 噴多些農藥 你會發覺高一度 因為那些蟲會不同的 它又會變的 它不是等著死的 它等它一直變的 那你噴過它 有時候你發覺那壞東西 噴了之後現在不行了 那你會怎樣呢 你噴了兩次不行 那當然是扔掉它 不是只有你 你不扔掉它 你不扔掉它 有其他人會扔掉它 或者是你的花王 或者是你的學校 或者是你的政府 或者是你住在一個鄉 有些人來處理 他們會處理它 那它也會扔掉它 當然是扔掉它 扔到哪裏 當然是扔掉垃圾桶 扔掉它的籠袋 當然是完全噴了兩三次 那些蟑螂水 其實是不行的 當然是扔掉它 進入了食物鏈 那就大問題了 那如果有隻蟑蟲 就像我們這次 剛才大家經歷了COVID 就知道什麼來的 就是搞到你 那時候都不知道自己會怎樣 大家記得了 那你想想 如果忽然間來一隻昆蟲 這隻有個英文名叫 Sparted Lanternfly 現在是在東岸那邊 新達西州 它一路一路這樣 這樣開頭就是一個州 現在占了十一個州 那一路這樣 2030年就估計到加州了 就是當然如果你抵擋不了 那它會吃光所有的葡萄 蘋果行業又沒有了 即是接下來這些東西 那你聽到好像恐怖片一樣 但其實這些全部有根據 那最大問題是什麼 就是我們一路在東岸這裡噴 就是由東岸北和南都是 現在這樣一路噴就不行 很多東西都不行 還有這隻蟲 你拍到它會彈到你 即是你拍到它 它會跳上去 它會跳到很高 比一個人高 它的腳很重要 記得填這個 Spotted Lanternfly 如果在我的Facebook 你會看到 我有兩棵樹 放在我家門口 一棵它就走過去 它那些嬰兒仔 吸到它乾了 這些是叫evergreen 就是永遠綠色 又沒有生果吃 都被它吸乾 我帶去那些專家那裡 然後給它看 因為我看資料 他看這些 他說別人不吃這棵樹 你又不是菩提子樹 你又不是生果樹 它不會吃你的 我說是嗎 我說等我給你 我有拍攝了 放在Facebook 然後他放在它 全部都在上面 我說你現在信了嗎 他說信了 現在學習了 因為我有影片 然後他看到 吸到它乾了 但是一開始我還沒給他看這些 他就說 會不會是你沒有淋水 但是我旁邊有同一棵 就是你知道門口 左邊又放在右邊 是咬右邊那棵 不咬左邊那棵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所以他就沒得回答了 因為他的資料確實了 他說死了 原來這樣也吃 你又不是他 你又何時跟他聊過 你怎知道他不吃這棵樹 剛好他吃你 所以你說這個檸檬 其實天氣是不同了 天氣以前不是這樣的 現在完全不同了 你想想做生果 剛才說運輸有很多東西 那些生果壞 那些人就不買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科技 可以令它等久一點 不過有些生果瘦到 有些生果不能瘦 就由裡面爛出來 有這樣的問題 還有 你知道吃了太熟的生果 有酒味嗎 那些酒 不是好像你說買一些 靚酒那樣的醇酒 是對眼睛和對身體有毒的 所以吃太熟的生果會傷身的 就是有任何酒味 任何酒味都會傷身 其實它是發酵了有少少 這個你問得很好 但好像只剩下兩分鐘 是對眼睛 答不答嗎 答就快答 選快答 就是它變成酒的時候 在一個生果裏面 當它發酵那一刻 它會再變成一個毒酒 一種其中的成分 所以任何生果變成酒 都有這個成分傷身體 任何生果變成酒 所以這個 很快就問一個問題 有時候譬如有些生果 開始有些變壞 切了變壞那一塊 其他還未變壞那些 能不能吃的 有些人說都不好吃了 那就看你的身體受不了 因為你的保險是不能看的 你的保險就是父母給你 但他可能已經在臨給你之前 自己用光了 輪到你那裏 你說不是呀 爺爺活到一百歲 你又生歐歐還在這裏 但輪到我有多少 不知道 你要看看如何 所以變成這些 即是不怕萬一自排一萬 就是這樣 如果你聽完這件事 最好生果有多少 你吃得多少 你總是要吃那一塊 總是要切掉那一塊 你想想身體傷了之後 要用多少錢去治好 所以當你知道了一個數據 就說吃了一些東西 出了酒味 原來這麼毒的時候 連酒廠做生果的東西 他都有一個不同的項目 因為很多時候就是出了事 嗯 所以都不要拼搏了 今天時間也差不多了 其實很多聘眾就問回趙博士 蘋果膠怎樣做 可不可以再說一次 其實可以上你的網站也看到了 是嗎 趙博士 現在說到 直接從廣東話 香港說到你們西岸那邊 現在說一下 現在變成英文了 現在他們想在Warton製作蘋果膠 和可樂和那些公司 他說原來這麼好 原來可以加上牛奶 給小朋友喝 現在變成這樣 不知道變成怎樣 故事未完 但是這個這個這個 你想想想 下星期說 下星期說 好 好 好 不用 拜拜 拜拜 Aloka 要不要下星期 喂 嗯 喂 是 麻煩你 問到現在 今時今日都還有人在問 你說是不是 真的 這個蘋果膠很重要 就快出名爆燈 下星期 你有沒有時間 你現在是否立刻要上說話 要啊 要啊 那我沒得談了 哈哈 我不知道你以前種過東西 挺有趣 你不覺得荔枝也變了味嗎 嗯 我想我以為是因為美國 因為現在我們這邊 墨西哥的荔枝 那些荔枝是不同味的 是的 即是不同人種 有人不同 是的 所以就是 所以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做資料 他就說 當然不想偏一邊 但是問題是 你兩夫妻 兩個人結婚 你又想他偏一邊 你又想 對方又想你偏他那邊 你明白嗎 所以呢 Bias 那樣東西 就是你喜不喜歡對方 如果你unbiased 我什麼人都覺得對的 那又死了 是不是 所以呢 所以你要看得很清楚 在什麼 context 上問一件事 不過你要離開 不然我們更緊張 哦 不要緊 下星期下星期 我們說你蘋果膠的發展 我的蘋果膠 不知道為什麼變成我的蘋果膠 哈哈哈哈 好吧 那我們下星期談 好 下星期談 拜拜 拜拜 所以這個故事 為什麼可以入到Warton 而變成了 做那個competition裡面 就是 我就是不說是我的蘋果膠 我只是說農藥的問題 現在噴殺蟲水 這隻東西叫Spotted Lanternfly 現在恐怖 恐怖得很緊要 這樣殺下來 經濟都被它影響了 到了估計就是2030年 這些paper就放了在Facebook 那究竟噴這麼多農藥 我們怎麼算好呢 就是蘋果膠加丁香這件事 那這個project 就為什麼這麼特別 在Warton 因為 他們就說外面有很多吃蘋果膠 還有丸粉 那他們就說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但是當他發覺原來可以自製蘋果膠 然後之後可以變成一種飲品 其實他的興趣就大 他的興趣就大 所以現在就變成了 分分鐘是可以大眾化、普及化 因為他們發覺原來這件事 才唯一能夠 可以令到我們有多條路去選擇 即是你說食有機的問題就是要花不淺 還要有個知識 那還有就是其實是躲起來的 因為他又繼續噴 你又繼續食有機 那 河水不犯井水 但不是這樣的 因為當他噴 那一定進去你的東西 大家住在 大家都是住在同一個地球上 噴出來 所以最重要是做什麼呢 就是改了一個農夫 將來遇到的問題 就是那些蟑螂啊 那些昆蟲啊 就是當然要吃他的菜 吃他的粟米啊 那些東西 搞到我們食物鏈有問題 當你那些東西不合理的時候 你有辦法給他知識 就說你不要就這樣倒下去 你放在垃圾桶上 你沖淡了才放下去 要不然 無端百事這麼重 濃弱的東西 一次過吃下去 誰吃都壞了 那所以 說毒素是說份量的嘛 那所以這件事 那個教育那邊很重要 但是教育誰給錢呢 現在呢 就是拿這個蘋果膠 做完那個concept 就可以令到多些人有這個知識 然後同一時間出一個好的飲品 那如果令到一間大公司肯簽的 那他們呢 就會怎樣呢 他們當然會開心 因為他們覺得做了一件好事 那然後 同一時間 那些人又有幫助 那這個project就很重要